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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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半個又有一點少,當正餐,有碗粥,除雞之外。 嗯,那包魚夠味的,很美味,那包魚夠味, 因為其實這種,我覺得包魚沒甚麼意思, 只是用來收錢的, 肥豬肉都叫肥豬肉,那些瑤柱,火腿, 我吃了豬肉那口很滑, 拿開一會兒,13個人你們,普遍來嘗嘗, 我們的行動,大家朋友會通知你上來拿, 可以少了都可以,現在有少量欠貨的, 你們可以直接上來買, 這個包魚過精種是8-78元, 另外我們現在是瑤柱火腿種是78元, 即是小隻的,另外有3隻甜種, 甜種可能要明天才到,好吃, 好吃,真棒,嗯, 我真的不怕貨給貨, 不過呢,其實糯米好像說不是很健康的, 我不知道, 但是我煩糯米的東西都很喜歡吃, 合不合,不合, 主要是糯米的東西, 我吃好喜愛,好吃, 其實我們應該,如果那麼多吃牛肉, 其實我們平時不用吃飯, 煩糯米飯, 散散到百分都是, 這樣好吃, 好,我們快講新聞,快大家傳風, 今天星期二,當然, 今天晚上有歐聯, 皇馬對一個拜仁, 應該是拜仁對皇馬, 拜仁先好, 其實你說,講來算, 其實都是五五波, 你又不要想著皇馬一定會強控拜仁, 我覺得是五五波, 不過, 如果你說要維護這個足球正義, 我希望皇馬可以晉級的, 為什麼皇馬晉級? 等你來, 一生都拿不到冠軍, 這樣要是正義, 皇馬仔, 或者今年可以拿歐洲國家杯, 叫黑腳, 拿歐洲國家杯, 其實他真的是黑仔, 好了, 那阿超哥呢, 行會之前, 就見記者, 記者講過最近很多, 什麼結業, 那些東西, 他說那些什麼經濟轉型期內, 就會必然發生, 現在你說是經濟轉型, 那到底我們在轉什麼型呢? 我真的想知道, 我們不是說要保持, 什麼金融城市, 那樣那樣嗎? 經濟轉型, 說了二十幾年, 你告訴我們, 你在轉什麼型呢? 喂, 一九九七年, 就已經說要轉型, 董伯伯, 那時候我又不見得倒閉, 他叫我們要多些說, 他說大家要直接問問題, 不要經常看負面的東西, 要多些對外訴說, 香港輝煌一面, 如果大家沉醉在討論, 就常生活經常看到的變化, 就是說倒閉, 甚至瓜大廚未必是最適合的方法, 你老實說, 我看到人家倒閉, 不要說是瓜大, 我現在又沒有瓜大, 喂, 總統是不是今天做到今天? 最慘的是, 我們多說香港輝煌, 這樣就麻煩了, 即是說港英年代? 不要說港英, 即是說舊時和舊事, 如果說輝煌, 當然是九七年前, 東方之珠, 歌仔唱幾首國語的粵語, 你未輝煌過最大禍, 九七年之後, 就算九七年相對, 所謂回歸之後的十幾年, 其實, 老實說, 大家都看到, 真是幾好, 真是, 噹噹噹, 這樣叫做過, 起碼叫做截止有有, 輝煌算不算, 那些純粹走水貨啊, 走過去那些, 人間都結了, 那個呢, 是那幫人, 賺到錢的人, 他們的輝煌年代, 你不要先撇開我們, 他們會很開心, 他們會說, 如果你認識那些人, 坐下, 那時候, 那時候, 一天賺到三十萬, 他們覺得很輝煌, 現在說香港, 香港的輝煌年代, 就是七八九十年代, 你說輝煌, 我不要只是說錢, 明證世界, 那些軟實力, 不要說電影電視, 連漫畫小說, 都可以攻陷成華人世界, 那個就是輝煌, 連TVB, TVB, 都經常在呂呂, 和港台那些節目製作, 呂呂在國際電視台上, 真是呂獲殊榮, 那個就是輝煌, 小小的香港, 七百幾萬人, 竟然全世界人都知道, 竟然全世界人都曾經, 譬如說, 我們今晚去看電影, 我們說香港電影就是輝煌, 其實五六百萬人的城市, 當其是, 五六百萬人的城市, 沒有政府資助, 一班人, 好像大哥, 紅金寶之類, 甚至乎, 很多不同階層的人, 可能做熊虎仔出身的, 做小工的, 竟然砸起了一個Industry出來, 香港工業, 那個就是輝煌, 說那些, 說那些你更難堪啊, 超哥, 還有是不是講多些呢, 經濟就會好了, 當然不會啦, 當然不會啦, 不是, 講那些是更難堪啊, 當然難堪啦, 更難堪啊, 好了, 至於關於這個超市食肆呢, 當然啦, 那些人說, 走數好像有些混亂, 他就說, 不是啦, 平穩有罪, 不過呢, 他們都會看著那個情況, 希望那些講解會越來越清楚的說, 所以, 如果這樣都覺得平穩有罪啦, 那新的, 這些我批判不是太多的, 因為始終是新的事物, 不過可見你們呢, 那些政策制定者呢, 就算你多小心謹慎用心都好, 好啦, 那其實有時候, 脫脫漏漏都難免的, 喂, 但是比我們看到的那些真是很低級喔, 很低級喔, 這些, 就是, 喂, 啊, 好嗎? 不要聽啦, 你只是那個外賣和堂食的definition, 如果你是收緊幾十萬一個月, 整班坐在那裡的, 我真的覺得不是那麼難, 當然可能都會有一些脫漏的, 就是, 講得清楚了, 就是在美食廣場的例子, 是, 講得清楚的, 是啊, 魚鬼食環署的執法呢, 就會看你的牌子, 是, 環保署的人員來執法, 就不看牌子, 那這樣就, 一個人制入他, 你去到今時今日, 你搞什麼呢, 搞什麼呢, 你不如說, 全部外賣都好, 所有人買外賣, 要自己自攜餐去, 要不然是刑事, 立刻坐牢, 不如不給外賣, 是啊, 不要外賣, 搞到亂了大龍, 至於這個, 垃圾經費呢, 他就說, 這個是認真的事, 超過華, 寫入法例, 是嚴肅的, 現在環境及生態局, 透過先行先試, 收集數據, 認真研究, 在適時會公佈, 其實呢, 你問我, 99%, 99%, 99% 會退, 你幹什麼, 有什麼好研究一, 就講講這麼多年了, 立想法律, 都行, 不一樣了, 他説, 考慮到不同人士的想法, 和感受, 法例都要, 至於生產商已經暫停, 生產交代, 他解釋, 因為有足夠的庫存, 這樣講, 當然, 記者都有問他, 關於這個最低工資, 有人傳入說, 每年一連一檢, 而且可加不減的方程式, 他就說, 好快會作出公佈了, 就是了, 其實說真的, 這個是一連一檢, 都沒有什麼問題的, 我答案一個問題, 我今天, 我見到有些人, 又出來說, 又說什麼, 最低工資搞到什麼, 什麼,什麼,什麼, 你講來講, 現在傳出來40元, 加到41.58元, 一個中間過80元, 一個中間過80元, 一個中間18元, 你屁股膽講出來, 這些好東西就沒有加了, 最低工資, 是不是真的令到請不到人呢, 很多老闆呢, 聽完聽, 講來講去, 或者自己分析能力都不夠, 人民力云都覺得是, 你現在又試一下, 你拿41.8, 出來試一下, 看看請不請到人, 如果請不到人, 你要50元, 60元, 即是說, 這個最低工資, 其實在這個新增 level, 是沒有影響的, 我告訴你, 你真的想試一下, 知道究竟最低工資, 是不是對餐有影響, 就麻煩你加了80元, 90元一個小時, 這樣就知道了, 說真的, 你現在, 我自己覺得這樣, 做一個小時不能夠吃一頓飯, 這個不知道是誰說的, 都會為政府官員說, 一頓就是最普通的快餐店飯, 其實就真的非常不合理了, 你想一下, 就你們有外奴了, 是啊, 有外奴了, 然後你還想連這些最低工資, 都最少說, 你全部是你老闆的, 讚賬, OK, 你老實講, 找人來辦, 你說真的, 就算怎麼說都好, 你又不肯減租, 或者要保護有錢人, 香港的成本就是貴的了, 然後你就犧牲一些, 在一個這麼貴的成本, 生活的香港人, 你老實講, 我都沒有所謂, 可能很多人都沒有三千元, 我沒有所謂, 你六百元就可以了, 是吧, 你只是在電費, 我今天交電費, 對比上個月, 我不知道是上個月優惠, 我沒有留意這些, 無論這些都給了幾千元一個月, 是啊, 對比上, 當然不是一個單位, 五個單位, 是給多幾千元, 憑什麼, 為什麼會給多幾千元, 沒什麼特別, 我都不知道, 好了, 陳國基, 他和李慧琼, 教育部局長, 叫施進輝等等, 今早開完這個愛國主義教育工作小組, 就成為記者, 這個愛國主義教育工作小組, 因應施政報告, 特首講完之後當然要做事, 我都不講他那些什麼內容了, 他開些會, 今次為什麼會找李慧琼出來呢, 因為他說李慧琼, 真是最適合他做的, 這個工作, 他本身有親身參加制定國家外國主義教育法的過程, 對這一部法律有深刻的體會, 由他引領這個項目, 任重道遠是適合不果, 李慧琼就說, 工作小組就用四大範疇, 包括學校教育, 本地社區, 歷史政經文化, 和傳媒宣傳媒眾心, 再有分九小項, 又有什麽夥外實踐, 體驗活動, 文化活動, 我都不想講, 聽到黑晚睡, 聽到黑晚睡, 我只是想講一件事, 他們會繼續這樣做, 這個是交代政治任務也好, 又或者因此而慢慢令到他們覺得, 將來我們香港的年輕人真的會愛國, 好像大陸那些這樣, 再講, 這個是你們一廂情願, 大陸那些年輕人或者小粉紅, 究竟是不是真的這樣, 都好成問題, 我就不方便講了, 大家真的有空上去看, 上去媒體和那些, 即是那些forum, 或者那些小紅書, OK, 我記得昨天, 其實很久之前都看過了, 但昨天有人做了一幅圖, 本來我又不記得了, 傳出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講得非常之好, 因爲因應著有一個人, 我不知道是什麽人來, 我想你也有看到, 無端端走到蘋果那裏, 在大陸, 在蘋果商店, 以為他做什麽的事, 因為我沒有看著他, 我開了電腦而已, 然後說, 嘩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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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立即想起那句說話, 即是說, 中國人是一個喜歡自誇的民族, 喜歡韜光的民族, 譬如, 如果他, 嘩, 賺到錢是業力, 顧完外可以吹, 賺不到錢不要緊, 嘩嘩哥賺到錢, 咦嘩, 啤梨哥哥那時, 和我一起打生打死的, 我沒有認識過, 沒有這樣的朋友, 嘩, 嘩, 你馬適, 原馬適, 真問我們的兄弟,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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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沒有, 嘩, 我國家很厲害啊, 強啊, 因為, 老實講, 我經常覺得, 對國家一件事是猶然而生的, 嘩, 我真的從來沒見過, 就是, 人家會開口埋口, 說, 說這些外國主義的, 我真的沒有見過, 但是, 自然的, 好像譬如說, 咦, 打仗, 譬如以色列那樣, 那些人會回去, 沒有人肯定錯, 立刻回去, 譬如世界盃那樣, 我明明, 平常都經常說, 我們歐洲一班人, 自己有, 這樣那樣, 怎樣, 共同體, 但是, 對荷蘭, 對法國, 我荷蘭人, 當然是拿出荷蘭旗的, 很自然的, 如果你能夠做到, 明明我應該, 中國對荷蘭, 竟然, 我會和荷蘭打氣的, 那就是你自己有問題, 反而, 很自然的, 好嗎? 所以, 你搞這些那麼多事情, 當然了, 那怎麼辦? 中國對荷蘭, 買了中國的臉, 那怎麼買, 買就算是另一件事, 買就, 是吧? 好了, 當然, 陳國基在這裏, 因為這裏, 四大飯集電, 包括這個傳媒宣傳工作, 他今天這個會議裡面, 他, 其實就好像我們昨天看見, 林定國, 林定國那樣, 他說, 定啊, 我們是不會黑銷, 不會立法的, 外國主義, 是要軟, 軟啊, 是要soft銷, soft銷就不用說的, 其實, soft銷就不用說的, 但是, 為什麼要說呢? 不說, 別人不知道他做了事, 不屌, 你就狗奴才了, 很簡單, 說真的, 你問真, 例如我們在香港生活, 我們不斷批評這個特區政府, 甚至是中央政府, 喂, 難道我真的想你壞嗎? 我屌你, 你死我也死, 大哥, 是吧? 不過林定國說, 善意批評是非常愛國, 可以令國家改進, 咦? 那問題是, 問題是, 喂, 大問題是, Who will be the judge? 誰是judge, 怎麽為善意, 還是惡意? 誰是judge, 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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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為他絕對善意, 那, 還是你用態度呢? 來, 那是善意, 還是惡意呢? 我們惡意惡上, 就算說出來, 好事都不應該, 我真的聽過這些說話的, 我真的聽過這些說話的, 你溫溫油油, 那麽說什麽都可以嗎? 難道是善意嗎? 不要說這些了, 現在西陣, 是善意的, 我不要說這些說話, 這是善意的, 好事都可以留在一起, 好事都可以留下來,